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开始迅速发展,目前美国已经属于发达国家了,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,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也已经超越了很多的西方国家了,但是我们知道,美国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军事上,都是首屈一指的大老国家,那么中美之间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呢? 俄罗斯媒体指出,至少12年但不会超过20年,如果中国想要实现赶上同等水平,需要做到了以下三个方面,实战经验、军事装备和战略思想和理念这三个方面上有所改进, 那么中国必定实现再次腾飞,俄罗斯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,美国相比俄罗斯的作战经历也毫不逊色,据媒体报道趁美国这么多年里共计作战200多次,可以说美国是非常有实战经验的国家了, 而我们中国自打新中国成立以后,作战次数简洁虚致可数,所以俄军事专家认为我国是非欠缺作战经验,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能力的提升,我国的军事武器已经越来越先进了, 但是对于发动机这一块,我国仅有的技术还不够,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自主生产发动机的能力, 但是相比美俄的发动机,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,美国正因为拥有了更为先进的发动机,所以才有了强大的运输能力, 能够给航母以及轰炸机等武器提供强大的作战能力,我国机场和谐,向往世界和平, 所以我国所生产出来的武器,大多数都是防御型的军事武器,而西方的很多国家并非如此, 像美国生产的军事武器一般,都是进攻型的军事武器, 俄军事专家认为,如果我国可以改变战略思想和理念, 不仅要生产出防御型的军事武器,还要生产出进攻型的军事武器, 那么带来的效果肯定是不同的,至少是可以起到战事效果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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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